臨陶園外交部 近幾個月來香港出現了移民潮 一些國家為香港人開闢了特殊的移民途徑 《立場新聞》報導 《立陶園外交部》表示 可能為香港居民提供簡化的移民程序 去年被拒絕進入香港的美國戰地記者Michael Young 7月8日在Twitter上說 《立陶園外交部》副部長 Mantes Adonis 在他的辦公室告訴他 《立陶園將會加速處理希望移居該國的香港居民申請》 7月10日 《立陶園官方回覆立場查詢》時表示 不排除在不久的將來 會根據現在的規則和個案的情況 為香港居民提供簡化的移民程序 至於Michael Young還在Twitter提到 香港人可以去任何一個立陶園大使館 立陶園會提供幫助 如果香港人沒有護照 他們會提供旅行證件方面的幫助 立陶園官員沒有回覆這個消息 Michael Young接受立場採訪時說 《立陶園外交部》副部長 Coccius 向他明確表示 將為香港人提供快速的處理途徑 他希望立陶園能夠接收更多的香港人 也希望自己的國家美國能夠接納10萬名香港人 Michael Young曾經在香港報導 反修例示威活動 他在2020年2月在推特上說 他從泰國飛到香港 但在沒有解釋的情況下 被入境處拒絕入境 被遣返泰國